好,我们刚才给大家演示如何连接苹果公司的iPhone和iTouch 那我下面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已经测试过,我测试过所有的安卓的蓝牙手机 大家可以看到我桌子上放了很多的手机 这是一款三星的最新的智能手机 我们也测试过,完全都没有问题 那今天由于时间的问题,我就不给大家一一演示了 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去安装 这是一款三星的最新的智能手机 那三星的这些手机也都可以 我们都有相配应的,相对应的手机的保护套 那配合我们这个手机的保护套和我们这个手机扫描背夹 那就很容易的把这个扫描器撞到任何一台 手机上面,这是摩托拉的刀锋手机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安装起来 这样操作也是非常方便的,而且是非常薄的 如果你在工作当中,你就可以把它装上去 那你下班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拆下来 这样的,使用是不是很方便呢 我现在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云调码扫描器 它具有的其他的功能 我们还有一项功能就是离线扫描功能 刚才我们讲了,我们这个调码扫描器可以配合手机扫描 如果你忘记到它手机怎么办 或者你连电脑也没有 那OK,我们这个离线扫描功能就很方便 因为它本身带有一个非常大的存储处器 它可以离线扫描一万两千次 一万两千条条码 那如何让它工作呢 很简单 我们只需扫描一下离线扫描配置的条码 那这样这个条码扫描器就处于离线扫描状态 那它后面所有扫描的条码都会存储到这个 存储到这个很小的条码扫描器上面去 那后面我们再扫描任何条码 那扫描任何条码信息都存储到这个里边去 那我们怎么让它把它的条码 存储的条码传输到电脑里或者传输到手机里边呢 那OK,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边有一个数据上传的配置条码 我只需要扫描一下数据上传条码 大家可以听一下 我们里边一共有多少个条码它就会想多少下 想的每一想一下的话 那这个数据都会自动的去传输到我们的手机里边去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离线扫描条码功能 这个功能非常强大 好,我再介绍一下我们的蓝牙扫描器 还有一种新的用法 刚才呢我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蓝牙扫描器 可以跟手机配合在一起使用 那它呢本身也带一个非常大的存储器 它也可以单独的去使用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我们这个蓝牙扫描器还有一个新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配合一个外接的手柄工作 那它具体怎么工作呢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是把这个microUSB 我们蓝牙扫描器的microUSB和我这个手柄的一个USB的接口 直接插好 这样呢我们的蓝牙扫描器呢就变成了一个标准的手持式的扫描器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样呢你就可以轻轻的按这个按钮 就可以使它工作了 那我们这个蓝牙扫描器本身是具有蓝牙接口的 那我们还配备标准的USB数据线 你可以把数据线插上去 这样呢我们一个蓝牙扫描器就立刻变成一个标准的USB条码扫描器 那这个USB数据线呢我们还可以插到电脑上边去 这样呢我们扫描的信息就可以直接扫描到电脑里 而且这个USB线还可以给我们的这个蓝牙扫描器充电 那我再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手柄内部呢还集成了一个900毫安的电池 可以给这个蓝牙扫描器供电 所以说我们这个扫描器的这个待机时间是非常长的 OK今天我已经向大家介绍了 如何把我们的这个云条码扫描器和智能手机 变成一个强大的专业的数据采集终端 那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需要有更详细的信息 请访问我们公司的网址 3w.genalscan.com 谢谢大家收看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